自1992年開始 馬哥布羅香港酒店 舉行德國啤酒節 雖然這兩年因為疫情 取消了令我們一眾粉絲很失望 不過今年不同 馬哥布羅香港酒店 特別搞了一個 德國啤酒節Staycation 客房留層更為了今次的Staycation 特意把以前好多好多好有趣的照片 放在走廊上 讓我們入住的人參觀一下 和懷面一些我們以前好開心的片段 除此之外 當然還有美食、遊戲 讓我慢慢續約介紹給你們看 記得在這個時間 大家不要忘記追蹤我的頻道 我馬上準備帶大家進去遊戲房裡玩 到底遊戲房裡有什麼呢? 裡面包括有頂飛鏢 有桌球 有棄展Hockey 還有足球機 還有兩樣小型的Board Games 不止這樣 啤酒節又怎可以沒有啤酒喝呢? 它在這個樓層裡 你還可以用百達通去買啤酒 除此之外 還有很好玩的打卡位 你可以穿著民族服裝 用著小道具 在這麽漂亮的Backjob裡拍照 我想很多人都知道 在酒店房間 可以看到很美麗的維港景色 特別是在晚上的時候 在房間 當然除了美景之外 當然會有美食 這個Staycation Package 當然是包了商人的晚餐 很好吃的 德國豬手和德國腸 這東西是一定缺少的 當然你可以選擇晚餐的時間 我建議大家可以送餐時間大約8點 你可以一路吃東西 一路欣賞著維港兩旁的景色 Staycation Package 除了玩、吃之外 還會包括一份禮物 其中包括有 德國的啤酒帽 和啤酒杯 大家要記住 遊戲房 會由2點開到晚上10點 還有這個 Package 十月尾就完結了 要玩大家要快手一點 希望大家都喜歡我這次的介紹 希望下次有機會 再帶大家去玩其他新奇的東西 Bye